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 台南官田的大祈村落創意基地 是由易農號負責人林建瑞 改造當地閒置的年民廠 希望以藝術農民的身分 帶動大祈地方創生 參訪為關田地區的大祈村落創意基地 體驗村式遊戲小島的創意想像 大祈村這個環境蠻特別的 就是一個小小的山村 走路不到五分鐘會進到藝術校園 進到屋上的村子 有山有水有藝術有農村文化的地方 我覺得它的環境特質是很迷人 那當然農村因為它老化頹敗很多的廢墟 如果能夠進一步讓這些廢墟活化成 是一個體驗學習的環境據點 好像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以藝術校的老闆來這裡十幾年 以來 只會有幽客來 對我們這裡大廢是很有幫助 紅瓦教室裡吊化牆上的紅瓦綠爵 運用長破屋仔整監後剩餘的紅瓦 以現地廢材再利用賦予新的生命力 基地改造對小孩來說是很複雜的 所以它把這個屋仔活化 然後換用那種模式的方式 像這種它把那種繁衍的網面拿來文化 也是環保上面有那種漿上面的意義 以藝術設計文化等元素 將文創產業及農村體驗融合 進而達到地方振興 生態永續發展的目標 苗栗縣三彎村選出了第一位女村長魏秋梅 魏村長十分熱心 村內大小事都看得到她的身影 她已將資源妥善分配給需要的村民 期望達到樂活三彎 魏秋梅是新任的苗栗縣三彎鄉三彎村村長 是三彎村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村長 她之前做過幼教老師園長 在三彎數位機會中心擔任住典人員長達十年 那我發現說三彎的長輩 尤其是比較外圍的這一個區塊呢 長輩沒有辦法說來我們這邊農會上課 或是DOC上課 那我會覺得說 畢竟DOC這樣來說 我的一個資源會有限 那我會發現說 我投入村長這一個的話 我會可以把整個三彎村 都可以做一個分配的一個照顧 秋梅村長用愛心耐心 及對公部門跑流程的閒熟 去發掘村民的需求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她在我們地方上是非常熱心 大家公認非常熱心 而且非常有愛心 對社會貢獻非常的大 樂活三彎 希望說長輩照顧好 小朋友照顧好 年輕人可以努力的去打拼 把三彎弄得更好 台灣步入高齡化社會 在相對來說 資源較少的鄉村 老人議題需要更多暖心的對待 女力大躍進 期望秋梅村長為三彎村 注入新活力 讓老幼在這片土地上都樂活 我們來聊天 來聊天 兩 TRP 找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